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雍欣 台北股市今天是呈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開高左低 收盤幾乎說在相對的低點 那為什麼我今天的標題叫做 垃圾不分圈叉 投資朋友 我沒有在罵人的意思 我們也沒有在幫柯文哲助選的意思 大家可以知道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柯文哲他就是個投機份子 所以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這跟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談的內容 有很大的關係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談 不過當然在今天的一個盤勢當中 當然我們在昨天前天就跟大家講過 你也不用那麼悲觀 對不對 反而利用有些公司 有些好的公司 殺下來的時候 躺在地上沒人撿的時候 你下去撿 也是一樣撿垃圾的心態 撿濕的心態 當然撿濕這種行為相當的不好 那當然 這是看你怎麼看 但是呢如果你撿到了 對不對 你撿到了黃金呢 你賺翻啊 對不對 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畫面 我們先跟大家再跟大家 這個跟我會員講一下 我們記得 我們昨天就已經上傳的 這個第一季財報檢視 原則上就是三天嘛 22到24 那可能就變21到23 到時候再說 反正你趕快利用這幾天去看一看 我在裡面到底講了什麼 我不想多花時間強調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是會員獨享 非會員我們本職不開放 你也不要為了要去聽這一次的 財報檢視才加入會員 我說不用這不用好不好 不用你來站住 不用 這是我的會員權益 我每季一定幫我的會員 把所有的財報看完 把一些應該發生的事 還沒發生的事情 先寫在上面 到時候來印證 好不好 這是我每一季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是為了看這個 要教會員 我覺得大可不必 真大可不必 對不對 你要為了什麼 長期的操作 這我很歡迎 好不好 什麼叫長期的操作 投資朋友 就跟今天的垃圾不分圈差 有很大關係 投資朋友 這家公司 是本舍的吧 日本朋友嘛 對不對 今天股價創新高280元 他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墊高 我也跟大家講過 當你看到日有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大盤鐵定只有兩個字能講 叫不妙 我有沒有講錯 沒錯啊 今天大盤這樣走的嘛 投資朋友是不是 是不是就像我講的一樣 不妙嘛 今天大盤這樣走的啊 是不妙 非常的不妙嘛 對不對 大盤今天長的 就長這個樣子 相當不妙嘛 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不是我的問題啊 大盤相當不妙 就變這個樣子 對不對 當他在漲這種股票的時候 你就 你的怎麼樣 你就危險了 你就危險了 按到 你看 對不對 你就危險了 那其實這東西 我們稍微跟大家談一下好了 我有跟大家講過 我已經很久沒有叫大家買過日有 日有 是我的長線持股 對不對 2016年到現在 今年幾年 今年2019 16171819 三年的時間 事實上還不到三年啊 應該三年左右而已 這家公司我還去 親自的登門造訪過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三年前他長這樣子啊 你說沒什麼 這個走了十年多頭 每一家公司都漲到天上去了 投資朋友 你知道三年的時間 對不對 你知道三年時間 從2015年 9月份到現在為止 我們來看這家公司 好不好 對不對 有人說要選總統嗎 你記不記得 有人不是說要選總統嗎 有人說要選總統嗎 有人說要選總統嗎 對不對 最近 最近 有投資朋友開始來跟我幹 說我每天唱衰人家 對不對 投資朋友 2015年長在哪裡 來看一下 104年 差不多吧 在這裡啊 這家公司 104年 93.7元 最高122元 現在剩多少 剩74塊 所以你不要以為走大多頭 走你個頭 走大多頭 你看看嘛 甚至不用講 今天也有投資朋友問這個問題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中央光電可是一上市 我就提醒你了 我真的很少看到新貴的時候 就有人大幅度減持持股 中央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今天破底了 今天破底了 忽然噼哩啪跌下來 你也不要管他什麼利多利空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的他在做什麼都不知道 你看嘛 投資朋友 你要哪一種股票 對不對 甚至我也講過 跟日有的代號很像 我每次都搞錯的 這家公司 對不對 小鎮最喜歡的惠鑽科 長這樣子 這家公司你看 8341跟8431 兩家公司前後不久上市 你信不信 我沒有亂講 兩家公司前後不久上市 這邊可以找得到 投資朋友 對不對 104年3月30日 惠鑽科上市的股價是47.9 對不對 投資朋友 現在股價多少 41塊 好不好 8431 8341 好不好 日有 剛記得3月30日 惠鑽科上市對不對 3月23日 日有上市的股價是56.9 我說真的啊 台灣少數的 能夠找到這種比較中長線發展的股票 好險被我找到了 對不對 我也不會因為這樣而致滿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說真的 今年以來我沒有教會員買過任何一支日游 可是在這一次喔 投資朋友 這一次日游啟動前 我是不是就講過了 在這裡嘛 3月份 4月 這天 在4月8日時間 我是不是直接 PO在我們的臉書本事團 跟大家講說他要啟動了 還有人問我 是不是銀眼鏈要動了 天地良心啊 我又不認識銀眼鏈 我只是告訴你他要啟動了 對不對 因為我在市場上聽到一個馬路消息 不能講 後來消息是真的 結果現在怎麼樣 消息越寫越多 給你看好不好 不要說我們 都沒講好不好 不要說我們都沒講 新的分化爐啊 駐南營運 日游充新高價 這一個新新聞 讓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在前年 我在2016年 就這個時候 我在這個時候 我在2016年的9月份 我去拜訪日游的時候 日游的楊副總 對不對 財務部的副總楊錫盛他有講到說 其實做焚化還有做掩埋 是最好賺的 他當時才推薦我一檔股票 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記得 在節目跟他講過 他推薦這一檔股票 對 他推薦這檔股票 叫做6803吧 是不是 坤鼎 他也沒有講錯吧 他跟我推薦坤鼎 他說坤鼎專門在做焚化的 這廣西很呵談 只是說這幾年下來 坤鼎股價其實變化不大 但是 他是怎麼樣 逐步創高 這個怎麼樣 獲利其實也是 也是蠻不錯的 就如楊副總所講的一模一樣 只是說 他沒有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那我講過 我講過為什麼 想像空間在哪裡 投資朋友 想像空間在這裡 我們講那次的 拜訪內容給大家講 對不對 那時候去拜訪的時候 他說 這個 人不錯 他提到最近大跌 是因為倫敦還有人 打聯合一回事 因為不少外資 買在150到160 那個時候我去拜訪的時候 大概100上下 110 100零幾 對不對 然後呢 主要他就怎麼樣 其實本來都預期啊 2016年下半年張斌三場上限 結果到了去年年底才拿到執照 到今年年初才拿到執照啊 去年才試產而已啊 delay很久啊 delay非常的久嘛 應該沒有錯吧 對不對 那這邊他有提到 他說這個進度落後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City五月份 就是最高點的時候 開始cover日游 剛好最高點 古月韓真有一套 所以客戶停損 這個 這是我講的 他是說City去cover 就是 花旗去cover日游啊 對不對 那原則上張斌三場呢 大概明年上半年 後來賣了一些沒有錯 對不對 下半年拉升產能 18年產能希望全滿 主要客戶是台積電 目前是被客戶追著跑的情況 我也講過 當時他跟我們講 張斌三場如果不好的話 台積電那些廢料 只能堆在 只能堆在哪裡 堆在工廠裡面 你以為他的廢料 堆在工廠裡面不會出事嗎 萬一起火一下怎麼樣 整個工廠燒掉了 你也知道 你知道晶圓這種東西 是比黃金還要貴的東西啊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是個風險 所以他說台積電一直在 叫他們趕快弄好 因為他這個張斌三場啊 什麼誤話 固話什麼話 他都會啦 對不對 是一個很整合性的 一條龍的工廠 好不好 接著19年上半開始 他說中國會連開 六到八個 六到八個廠 來 六到八個廠 不過目前為止 才兩個而已啊 為什麼 因為有些環保政策上的問題 三溪運程跟什麼 跟哪裡那個 數千廠嘛 對不對 數千廠就是在那個可城隔壁 那個叫數千廠 對不對 今年下半年開始要運作了 這個每一個廠 我記得沒錯 他當初講說 這每一個廠啊 大概可以抵上什麼 一個廠大概可以抵上半個日遊 現在法人買的原因就是因為 準備開工了 你說那要建多久 你知道嗎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他當時也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除了日遊之外 他們的關係企業 有一家公司叫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有一家公司 他關係的有一家公司啊 叫做潤 潤什麼 不是潤龍 不是潤龍 對不對 有一家關係企業 幫他們在做 我一直忘記他的代號了 也是二五字頭的 對不對 好像是二五字頭的吧 我一直忘記他的代號 二五字頭的這一家叫潤什麼的 潤龍 他那時候跟我講 潤龍也是一家好公司 投資朋友 對不對 幾年下來 當然潤龍前一陣之前啊 幾年前能漲到一百 沒錯嘛 你看我去拜訪的時候是一百零六年 一百 九 一百一百 我跟他看一下 我去拜訪的時候是這個時候 對不對 一百零五年九月二日嘛 一百零五年九月初去拜訪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一百零五年九月初漲在哪裡 一百零五年 對不對 一百零五年的九月初漲在這裡啊 一百零五年 九月初 在這裡 對 三十七塊 他跟我講潤龍啊 這個我直接在節目跟大家分享過嘛 他說潤龍怎麼做 整個都把它做成模組化 一個一個就像複印一樣 把它複印出來 他很好賺 你知道群聯的廠房也是潤龍做的嗎 對不對 我不是用今天的時間跟你講潤龍 因為潤龍成交量才那麼低 那麼低 那個我沒有辦法 他存量很低 不過 這支壓公司還真的是一家還不錯的股票 不過這個價位 我說真的我無法接受 我現在在考慮 很多的股票 我們會考慮到什麼 直立率 潤龍 直立率現在看起來就沒有很高了 對不對 就沒有很高 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 話題要講 這邊我們就不講了 City什麼 很講 對不對 中陽光我也不想講了 對不對 因為剛好今天這個新聞我才想要中陽光 鴻海昨天的治股東 對不對 股東信出來了 好不好 治股東報告書出來了 巴菲特的公司就叫什麼 叫股東信 這一樣 Later 對不對 鴻海市井說全球經濟趨緩 也就因為這樣 郭董才要出來選總統嘛 你懂不懂 如果公司還那麼好做 他出來選總統幹嘛 就像兩三年前我講過的 我去南京參加歌展 朋友邀請我去的 對不對 我跟盧嘉誠 郭董的好朋友 那位盧嘉誠立委 坐港車 然後呢 不是我問的喔 是林瑞圖辦公室的蔡主任 他就直接問盧嘉誠 問盧立委 我說 我請問你一下 請問你一下 人家都說郭董要出來選總統 你想到有可能 你再問過 他說其實大家都問過 他說郭董沒什麼可能 出來選總統的原因是什麼 那 他需要很大 他沒辦法找人來交棒 甚至 很麻煩什麼等等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你可以看到 紅海三綠三將 對不對 一堆紅海集團的子公司 你去看中陽光才 剛剛掛牌就掛掉了 還有我們前一陣子 我不要說我攻擊 好不好 不要說我攻擊 我沒有帶會員放空任何一張喔 疊下來跟我無關喔 我只是提醒你喔 我找不到任何利空 我找不到任何利空 結果呢 郭明祺在這一天 郭明祺終於在這一天寫吧 上個禮拜寫利空了 說什麼訂單的問題 什麼超聲波指紋辨識也沒有怎麼樣 郭明祺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跟你講說在這裡 投資朋友 你在這裡 5月3日 5月6日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今天我還看到 有朋友在問我可乘 因為今天看到有人電視在推薦可乘 我說 這個價位我不會去空 但是我更不會去做多 對不對今天有人問我4958 我說我這個價位 我建議我的會員空單回補掉了 反正我有賺錢了 投資朋友 隨隨便便 七八趴可以賺 你要不要賺 我有賺錢我會補掉 但是我不會去看好他 等到未來新聞出來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不看好他了 有些東西啊 檯面上真的不好講 對不對 我不想得罪那麼多人 對不對 垃圾不分圈差 我不想得罪那麼多人 我們來看一下鴻海怎麼講 他說啊 公司要朝製造為基底 科技為根本 集積穿要成長 之前高燦明就有講嘛 對不對 工業複聯 根本不是什麼機器人公司 只是在幫 蘋果代工的 在幫華為代工的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高燦明講的 彭博的專欄作家 Tim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後面忘記了 對不對 鴻海集團五年內 要投資百億元 在全球陸續成立 工業互聯網 工業人工智慧 應用研究室 機器人研究院等 全力發展人工智慧 及工業互聯網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次鴻海所提出來的董監人選 讓我認為 董事人讓我認為 他好像不是這麼想的 對不對 大家知道以前鴻海很喜歡 在他董監裡面 找一些名人 拿來看起來 拿來當新豬白 我們這位AI 我們那邊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這次都沒有啊 當然或許是這些名人 懶得在 懶得在領你這些錢 我告訴你那個讀懂 那個讀懂的薪水 年薪都是千萬的 可能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也有可能是什麼 對不對 我把面具撕開嘛 對不對 我本來就是做製造的 我小時候啊 以前代工就是什麼 代工 以前在家做 家庭代工很多 以前我這個 我朋友 在家庭代工 在做什麼 在做塑膠的代工 在家庭代工 大家都看到 他在家庭代工 對不對 朋友的媽媽 在家庭代工 你不要小看 家庭代工到身價上億 以前台灣是這樣子 一點一滴 弄上來的 包括郭董 以前郭董做什麼 電視的旋鈕啊 對不對 我本來以為大家都不知道 沒想到郭董那天 在我們錄頂尖對談那一集 就上午跑去拜訪那什麼 什麼眷村 還講到炫無炫無炫無 這旋鈕以前是我做的 阿溪的啦 真理智那些旋鈕 是他在做的 對不對 還做延長線 對不對 還做什麼什麼線 那個我們不管 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他有提到什麼 國際局勢變動下 乘村變成長趨緩 這個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尤其呢過去中國推動的 供給側改革 對亞洲的景氣 承受一定的影響 對不對 美國去升級 寫了一大堆 反正一大堆 對不對 寫了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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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投資朋友 我沒時間幫你念完 但是這些東西讓我看到什麼 投資朋友 我從裡面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這些股票 遠比鴻海安全太多了 我請問你 打仗的時候 能餓肚子嗎 對不對 不能 基礎建設 能不用水泥嗎 對不對 原始人挖山洞 你是原始人嗎 你不是 對不對 我都看到了 對不對 如果國際金錢是再度變動的話 說真的 我就不怕這些股票會怎麼樣 那你 你在 你都搞不懂啊 對不對 我記得當時我講過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台積電的事情 我說台積電我承認 對不對 我承認後面這一段 我可能250張我真的看錯了 我認為沒有那個價值 我講過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那個時候告訴你什麼 因為我們應該在三月份的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 我記得我跟大家講這個 在這裡 二月份應該在這裡 這部分 應該在三月初的時候 我開始帶會員買台泥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我認為 這怎麼這種股票 我說我認為啊 我認為台積電 我認為台積電的價值 還不如去買台泥 結果你看到現在 台積電價值真的回來了 對不對 台泥呢 真的上去了 這真實的事情 你回去看當時的 影音講了好幾次 講到後來都不好意思講 因為台積電一直漲啊 一直在打我臉啊 對不對 沒想到現在我對啦 真沒想到 好不好 很多事是你想不到的 對不對 那你還在做什麼股票 我請問你 這一波台積電下來 很容易 那你之前不是說要買 對不對 我請問你看完 鴻海的自股東書之後 你還敢買的話 我佩服你 我不敢 頂多只能強強反彈嘛 對不對 好我們就不講 台積電這個問題好不好 再來 今天市場的上半場在反應什麼 華為晶片自製啊 前天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華為沒這麼弱 我帶會員去買 疊聽版的細創 投資朋友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不要說 不要跟你說 投資朋友 不要說沒跟你講 我帶會員買的是疊聽版的細創啊 這一天啊 對不對 你說老師你上面買130的還套牢 對 你講的完全沒有錯 好不好 我怕 我不怕你知道 108.5 我怕 我真的不怕你知道 我真的不怕你知道 我們在做股票不是在做電視績效啊 電視績誰不會做 昨天一定很多人告訴你 他買玉金光大漲嘛 對不對 之前2404的這個什麼 漢堂 當天這一天 這一根不是一堆人說他有漢堂 老師太好做了 不然就P圖 對不對 喔我 起火塵藥在哪裡 你的騙笑喔 還有扣訊 喔 盤錢買進什麼什麼鬼 盤錢買進雙紅什麼的 這種事我連做都不做啊 因為浪費我的時間嘛 我講的是真話就好了 對不對 高賣低買高賣低買 這有什麼難 高賣低買一點都不難 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回到我們跟大家講的內容 華為沒那麼做 我跟大家講我去買戲創 投資朋友對不對 我說我不喜歡講華為的好話 因為 因為我用三星手機 但是我 但是我認為啊 你說美國禁運令會到華為手機掛掉 那真的是言過其實了 這是我在華為沒那麼做當時的時候 我大概這樣跟大家報告的 根本就言過其實 我聽你的話不講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相信嘛 對不對 各位投資朋友這些股票 我們還是列給你看過啊 對不對 我上一次上 股市現場的時候 我是跟大家講 我講台泥味全 台泥亞泥味全跟統一嘛 我說這個安全的 對不對 但是IT設計裡面 我跟你講這些股票 細創瑞育 對不對 投資朋友還有聯勇 這股票下來是要買的 好不好 這種股票下來是要買的 有沒有下來 真的下來了 可是下來之後 你敢買嗎 重點是你敢買嗎 你敢去買跌停板的細創嗎 你不敢啊 對不對 你不敢 你胖要來不及了 就像之前大家一直在炒這檔股票 我講過了嘛 炒優群嘛 我昨天跟大家講了 我們不買了 你去拉完就 你的事情不要講我的 對不對 昨天漲停板的優群 市場還喊100 現在才剩46塊多 對不對 前幾天我看到阿姨在那邊講博程 講到最高點 我說不予置評好不好 這都不是我的股票 我全部不予置評 對不對 我明天要去上股市現場了 我先跟大家預告 如果沒有弄錯的話 因為我已經寫到一半了 我會好好的來幫大家分析這檔股票 叫國泰金 到底能不能買 當然我先跟你講結論 結論是不能 我先跟你講結論嘛 結論是不能 但是我要跟你講一些理由 好不好 我跟你講一些理由 我們不講了 當初講了 內虛股必開貿戰 統一食品龍頭 對不對 衛權力圖振作 雅尼 雅尼中國三月三水 兩大轉投資社會基建 投資朋友 沒什麼 那時候股價40塊 現在44啦 差不多10%啦 那台泰更不用講 台泰我從三月份講到現在了 對不對 這一點都不難 這一點都不難 好不好 這我都懶得講了 昨天其實美國不是大漲 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Google的 禁令這部分 應該說 美國的企業禁令這部分 很可能Google會要等到90天 之後 強制執行之後 再說 對不對 他們怎麼樣 他宣布呢 華為禁令不在於90天內強制執行 Google 隨後態度大轉變 宣布撤銷 停止提供華為轉體更新的措施 今天市場傳出一個新聞 很好笑 我剛剛在看豐盛的時候 在看這個豐盛的節目的時候 豐盛有講 那個一講就很好笑 為什麼很好笑 他說 這個任正非啊 跟馬化騰 在這個 在談 密會完之後 馬化騰說啊 這個未來蘋果的手機上面 將不能使用微信跟微信支付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是假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任正非的女兒使用iPhone 孟晚舟 請大家Google一下 好不好 任正非的女兒使用的是iPhone 任正非在昨天 才跟大家講說 請大家不要把使用華為 當成愛國的一個象徵 他現在在 其實他是很會做生意的人 他現在把他 把這種理不斷撿還亂的線 把他給釐清啊 對不對 他說他家人都很喜歡使用蘋果 誰誰出國我也送他蘋果 好啊 你就用iPhone 醫療你了 不要微信支付 你出門你就住現金 喔 其實知道 中國大陸那些 那些很爛的公司啊 我不要講是哪一個KY公司 對不對 聽說他們都是 一腳配上來都是現金 我聽我的朋友說 我朋友是他們公關公司的那個 不要講太多 不要講太多 講太多不好啦 反正出門都帶現金啦 其實我們 早些年 對不對 我小時候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很流行 那種四四方方的公司包 人家叫007啊 007手提箱啊 007在拿手提箱 早些年非常的流行 現在不流行 那大家要背個背包什麼等等的 看起來 明明都沒年輕 明明都沒年輕 現在都這麼做 以前是拿個007手提箱 四四方方的 裡面一打開全部都是錢 大家知道大陸很麻煩 你知道嗎 大陸最小的最大幣值 100塊人民幣而已 很麻煩喔 真的 沒有講不完就不講 對不對 華為大掃貨你看 此一時也彼此也 對不對 我們把下面圈出來了 連勇瑞譽跟細創 上面 你拎到一台上面我不管 對不對 下面連勇瑞譽跟細創 然後呢 裡面這圖 這個應該說 這是什麼 圖格寫的 圖格寫的 然後裡面給大家看喔 90千塊錢什麼的 博通定商場醉譽 我告訴你這很有可能 這真的很有可能 對不對 博通能做的醉譽 大家都能做 大家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講過 博通跟醉譽 有在車聯網部分有去合作 那個叫做什麼 Open Alliance Open Alliance 裡面一堆汽車廠商 什麼ODI 什麼 現在大家都 VW 因為是ODI集團 VW 什麼VW等等都在 車聯網聯盟裡面 Open Alliance 裡面 Open Alliance 裡面有幾家的 晶片公司 一家叫 瑞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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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譽台灣的 對不對 一家叫博通嘛 就是安華高嘛 對不對 另外一家叫什麼 恩智浦 對不對 我講完了 好像這四家吧 博通能做的 瑞譽大家都能做 不過 瑞譽應該沒辦法做 400G的晶片 我大概是這樣想 大概沒辦法 不過很多的Wi-Fi 你看到 例如說以前 Wi-Fi晶片 以博通第一位供應商 現在要求 瑞譽擴大出貨 有沒有可能 我告訴你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包括瑞譽細創 跟什麼 跟什麼 瑞譽細創聯勇都是一樣 聯勇其實主要提供什麼 TDI晶片 之前大家擔心 那個TDI佔的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聯勇會不會掛掉 不會掛掉 真的 你們真的是皇帝不急 即使太監 想太多了 天塌下來其實還有姚明在幫你頂 你沒有長姚明那麼高 你放心好了 好不好 內容不跟大家說 拉貨什麼給大家看就好了 好不好 什麼一大堆 寫了一堆 我們沒有時間跟大家解釋 對不對 反正華為沒那麼弱 反正垃圾是不分 圈叉的 對不對 不分美國 不分中國都有垃圾 一樣都要處理 好不好 美中終局之戰操作策略 我到現在看法是完全不變的 所以不用多講什麼 好不好 我不必多花錢人家講什麼 看你是要坐以待幣 還是要積極面對 那我們這一個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的這個專案 從上禮拜開始正式啟動 我希望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操作的 你想要在市場當中 這麼詭譎多變的金融市場裡面 賺錢的投資朋友 真的要把握機會 剛好最近 有低點可以切入 你不用買到那麼高 真的 或許還有一些股票 你切入的點 可能還可以比我會員還要低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跟我們一樣 祝大家超順利 美國部隊 阿虎 美國部隊 到目前為止 阿虎 你